说月全传 第七十回 灵隐寺进香 封僧游戏 中安桥行刺 义室捐躯 且说秦桧夫妻那日来到灵隐寺中进香 住持众僧迎接进寺 来到大殿上 先拜了佛 吩咐诸僧并一众家人回避了 然后黑黑祷告 第一只香 保佑自身夫妻 长相富贵 乃年偕老 第二只香 保佑岳家父子遭遭朝生 不来缠绕 第三只香 凡有冤家 以其消灭 住败已闭 便换住持上殿引道 同了王室到各处随喜游玩 处处玩吧 末后到了方丈前 但见壁上有施一手 墨迹未干 秦桧细卡 只见上边写道 浮虎容易 纵虎难 东窗毒际 胜连环 挨栽彼腹 尸长舌 使我伤心 肝胆寒 秦桧吃了一惊 心中想道 这第一句 是我与夫人在东窗下挥书所写 并无一人知晓 如何 却写在此处 甚是奇怪 编文住持 这壁上的诗 是何人写的 太师爷再次拜佛 凡有过客游僧 并不敢容留一人 像是旧诗写的 墨迹未干 岂是写久的 是了 本厮近日来了一个风僧 最喜东图西墨 想必是他写的 你去叫他出来 带我问他 这是风僧 终日痴痴癫癫 恐怕得罪了太师爷 不当吻变 不妨 他既有病 我不与他计较便是 助持领令就出了方丈 来到了乡鸡厨下 叫道 风僧 你终日里东图西墨 今日秦城相见了 唤你去问话 风僧道 我正要去见他 需要小心 不是闹着玩的 风僧也不言语 往前便走 助持同道方丈来禀道 风僧唤道 秦桧见到风僧 垢面蓬头 唇衣百节 头嘴歪血 手瘸足跌 浑身污秽 便笑道 你这僧人 蓬头不派梁王颤 垢面何能诵佛经 受戒如来偏破戒 风僧也不像为僧 风僧听了便道 我面貌虽草 心地却是善良 不似你佛口舍心 秦桧道 那我问你 这壁上诗句是你写的吗 难道你做得我写不得 为何胆子甚小 胆小出了家 胆大终要弄出事来 您的手中拿着这条肘何用 要扫灭奸邪 那一只手那是什么 是个活头 既是活头 就该放在厨下 拿在手中做什么 这活头节节生枝 能吹得狼烟四起 时是放他不得 都是胡说 请问你这病 几十起呢 在西湖上 见了卖辣丸的时节 就得了这胡言乱语的病 王痴接口问他 何不请个医生来医治好啊 不瞒夫人说 因在东窗下商量 没有了要家父子 所以 于不得 四僧疯癫 言语之物 问他作甚 叫他去吧 三个都被你去了 哪在我一个啊 秦桧问的 你有法明吗 有 有 有 无名夜守衣 终日唐香鸡 不怕谢天机 是非多说出 秦桧与王痴二人听了 心中惊疑不定 秦桧又问风僧道 看你这般行径 哪能作诗 诗是何人作了 叫你写的 若与我说明了 我疾父兔蝶 与你劈气如何 你剃得我 我却剃不得你 义气会做事 可当面来做一手看看 是的 将何为题 就指我为题 命助持取过笔墨纸验过来 风僧道 不用去指 我袋内自有 一面说 一面向袋内取了出来 扑在地上 秦桧便问 这纸皱了 恐怖中药 腊碗内的纸都是这样皱的 就磨了浓墨 提笔写出一首诗来 递于秦桧 秦桧接来一个 一看 九门丞相有良归 战善抄杠人主为 都愿长舌死金鲁 堂前燕子水难归 庇护弹某清宋氏 色断忠言国作辉 闲于千载平公论 路上行人 口四口 秦桧见一句句都指他的心事 虽然慎怒 却有些遗迹不好发作 便问 莫举师为何不写拳了 若见师权面 今臣命以为 秦桧回头对所有的 你们记着 若遇见叫做师权的人 不要管他是非 便拿来见我 王氏呢 这疯子做的事全然不醒的 只管听他的干什么 你醒不得这枝 不是顺理剁的 可横看去嘛 秦桧果然将师横看去 却是九战都堂 闭塞贤鹿八个字 秦桧大怒道 你是小秃驴 胆敢戏弄大臣 左右将他推下街去 乱棒打死 左右答应一声 应拿燕雀的一般来拿封僧 封僧扯住岸角 大叫道 我虽然戏武的丞相 不过无礼 并不是杀害了大臣 如何要打杀我呀 那时吓得那些和尚 一个个战战兢兢 左右只顾来乱脱 却脱不动 王氏轻轻地对秦桧道 相公全清朝野 亮着小小丰僧 怕他逃上天去嘛 明日只叫一个人 就拿来了 结了他的性命 此时何必如此 秦桧会议便叫道 放了他 以后不许如此 住持 可赏着两个馒头 叫他去吧 住持随叫侍者取出两个馒头 递于封僧 封僧把馒头双手拍开 将馅都清在地下 秦桧道 一不吃就罢 怎把馆都清掉了 别人吃你馅 僧人却不吃你馅 秦桧会见封僧聚聚击死 心中大怒 王氏便叫 封僧可去西郎下吃斋 休在城乡面前胡说 众僧恐惧 以其向前把封僧推向西郎 封僧连叫 慢着 慢着 夫人叫我西郎下去吃斋 她却要我东窗下去吃饭呢 众僧一直把封行者推去 秦桧命左右打道回府 众僧一起贵送 上都是捏着一把汗 暗暗地将封行者看守 恐怕他逃走了 秦圣将来要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且说施权在太行山 日夜思量与月夜报仇 一日别了牛糕 只说私行探听 离了太行山 星夜赶到了临安 悄悄地到月王坟上哭电了一番 打听到那日秦桧在临隐寺修斋回来 必由仲安桥经过 他便躲在桥下 那秦桧一路回来 正在疑响 我与夫人所为之事 这丰僧为何渐渐皆知 好声奇怪 堪堪进了前堂门 来到了仲安桥 那坐下马忽然惊跳起来 秦桧忙把缰绳一勒 退后几步 施权见秦桧将近 挺起立刃 往秦桧一刀朔了 忽然手臂一阵酸马 举手不起 两旁家将拔出妖刀 将施权砍倒 夺了施权手中之刃 以其上前捉住 带回相府来 那施权可是在百万军中打仗的一员永将 那几个家将哪里是他的对手 反被他拿住 却因岳元帅殷灵不敢叫他刺死了奸臣 坏他的一生的钟鸣 所以因中扯住了他的两臂 举不起手来 任他拿住 以成施权之义名义 且说秦桧吃着已经不小 回到了府中喘息未定 并左右压过施权来到面前 便问道 你是何人 胆敢大胆心刺 是何人唆事 说出来 我便饶你 施权大怒 骂道 你是欺君卖国 残害忠良的奸臣 天下人 谁不欲食乳之肉 企图我一人 我乃堂堂丈夫 心不更鸣 坐不改姓 岳元帅麾下大将 施权便是 今日特来将你碎尸万段 以报岳元帅之仇 不到你这奸贼命不该绝 少不得有日运退之时 看你这奸贼 看你这奸贼 躲到哪里去 秦桐被施权千奸贼 万奸贼骂得坐不得生 随叫拿进大理寺狱中 明日押赴云阳是斩首 后人有时赞之约 烈烈轰轰是 求人静不难 春秋昌玉让 宋代 宋代有施权 怒气江河绝 寻风星斗寒 云阳甘旧路 千古事斑斑 施权下山之后 牛高放心不下 拆了两个惊喜喽喽 悄悄下山打听 那日喽喽叹得时 回山报之死信 牛高怒法逐雷 急要起兵杀上临安 与施权报仇 王贵劝道 当初岳大哥死后 阴灵尚不需我们兴兵 如今施大哥刺投罗瓦 岂可轻动 当时众人大哭一场 射击望空摇摆 又痛饮了一回 王贵张显 二人悲伤过度 事业得了一病 又不肯服药 不多几日 双双病死 牛高又哭了一场 弄得是独木不成林 无可如何 且把二人安葬 心中好不气们 且说这日秦桧退入私处 神思恍惚 旧病复发 王夫人好生闷闷不悦 一日王夫人对着秦桧道 前日与丞相往林隐寺修斋 向风行者提施 句句击次 曾说 若见施权命必微 这施权必然是丰僧一挡 事他来行刺的 秦桧猛醒道 夫人所言 以私不差 虽幻荷丽带领提携家将十余人 往林隐寺去捉拿风行者 不许放走 荷丽领命同众人来到林隐寺来 寻见了风行者 荷丽一手扯住他 丞相 命来拿你 快快前去 丰僧笑道 嘿嘿嘿 不要兴急 无一人身不满四尺 手无腹肌之力 量不能走脱 何用捉住啊 我自知 前日言语触犯丞相 正待沐浴更衣 到府中来叩头请死 你众人 且放手 立在房门外 带我进僧房 去换了衣服 同去便是 荷丽的 也不怕你会疼了云 只要快些 虽放了风僧进入僧房 好一会儿不见出了 荷丽疑惑 不要他自尽了 所以同着众人抢入房中 哪里有什么风僧 床帝阁下四处寻找 并无踪迹 只见桌上有一个小侠 风记上写道 侠中之物 赴秦桧收差 何立无奈 只得取的小侠 同众家将等回府 将风僧之事细细秉持 秦桧差一看 侠内却是一个间铁 那帖上写道 偶来臣是作风店 说破奸邪 反顾缘 若要问我家何处 却在东南第一山 秦桧看棒 打怒道 你这狗才 日前拿道岳和尚 你却卖放 今又放走了风行者 却将这来躺死我 叫索又将何立的母亲妻子监进狱中 又叫何立 往东南第一山 捉唤风行者 并饶辱罪 若捉不得风僧 本身出展 何夹处死 何立惊慌无措 只得诺诺连声 第二天将天下地理图细看 在昭军城东面 有东南第一山 乃是神仙所居的地方 世人如何道德 乌克奈何只得进监中 哭别了母亲妻子 起身往昭军城而去 那秦桧自斩的施权之后 终日是神魂异乱 绝到脊背上隐隐疼痛 过不得几天生出一个发背了 十分沉重 高宗传指名太医院勘治 如今再说那岳亭 五连等八人 自闹了擂台 祭了岳坟 从后山盘上小路 夜宿小行 一路无话 早已经到了云南 来到了王府 三公子先进去通报 然后出来迎接 七位小英雄晋府 见了柴王 各通姓名 岳亭进内见了岳夫人 把前世细细述说了一遍 然后又出来 请各位少爷进来 相见岳夫人行礼 又叩见了柴老娘娘 举道 岳家伯母 揭亏老娘娘千岁的大恩赵侃 方得如此 柴娘娘说道 众位公子何出此言 我看众位公子皆是笑意之人 甚为可敬 欲命小儿与列位公子 结为异性兄弟 性无推却 众人齐称 只是不敢仰盘 柴王说道 说什么话 随即命排下相案 与众少爷一同结拜做弟兄 柴牌府年长居首 以下韩启龙 韩启凤 诸葛锦 宗良 欧阳从善 牛通 汤英 施凤 罗红 王英 吉成亮 于雷 武莲 何凤 郑士宝 月雷 月亭 月林 月镇 共使二十位小英雄 适日结为兄弟 终日讲文习武十分爱敬 赛过同胞 堪堪到了八月十五 大牌宴席共赏中秋 柴王道 今时过了中秋佳节 明日我们各向山前去打围 如有拿的虎抱者为大功 拿了绑路者为次功 拿的小牲口者为下功 把冷酒三胡 韩启龙道 大哥之言 事事有幸 我们明天就去 当晚久散 各死安歇 第二天 众少爷各拿兵器 带领人马 向山前结下迎战 各去搜寻野兽 有失为证 小出凤城东 分为沙草中 红旗这日月 白马逐西风 备手抽筋剑 翻身挽脚弓 众人齐仰望 一眼 落空中 却说四公子月灵 一心要寻大样的走兽 把马夹上一边 跑过两个山头 只见前面一只金钱大豹奔来 月灵大喜 左手拈弓 右手搭剑 一剑射去 正中暴身 那暴中了一剑 翻滚倒地 月灵飞马赶上又是一枪 将暴朔倒 后边军士正想赶上 拿回县宫 不到前面 来了一员苗将 后边跟着十多个苗兵 赶来大喝道 你们凶要动手 这暴是俺家追来的 月灵说道 胡说 我打寻了半天 方才遇着这暴 是我一剑射中 方才说死的 怎么说是你追来的 就是你射中的 如今我要 也不怕你不把他 来与我 你要这暴也不难 只要赢得我手中的枪 就与了你 倘若被我说死 只当你自己命短 不要怨我 苗将听了大怒的 你这个小毛虫 好生无理 先吃我一刀 抡起大刀砍来 月灵把手中枪紧一紧 架开刀分心就刺 两个交手 不到时何 月灵迈个破绽 拦开刀 拍马就走 苗将在后追来 月灵回马一枪 将苗将刺下马来 再一枪 结果了性命 那些跟来的苗兵 慌忙转马飞跑 回去报信 月灵取着报 慢慢地坐马回营 走不到一二十步 胡听后面大叫道 小毛虫不要走 我来取你的命也 月灵回头一看 吓得是魂不不体 但见一个苗将来 生得是面如蓝 眼似红灯 撩牙赛利剑 脸似轻松口 血盆求染向童真 身长丈二 穿一副橡皮锁子甲 红袍外罩 头如八道 带一顶盘龙赤金盔 智伪双分 石满带腰间紧束 牛皮靴足下劳灯 一丈高的红沙马 奔来如彻垫 顽口粗的溜金灯 五洞似飞云 远望去 直到是龙须虎 进前来 恰似个巨灵神 那苗将生如霹雳 飞马赶来 月灵心慌 回马问道 小将 何处得罪大王 如此发怒 小毛虫 你把我先锋 赤利赐死 怎肯饶你 便一灯打来 月灵举枪架重 决道好重 好不惊慌 不下三四河 被苗王拦开枪 轻疏远臂 将月灵一把擒过马去 中苗兵将赤利的尸首收拾回去 这月灵被前王擒进苗洞而去 正是海鸥层漆 井内窝 大鹏展翅 绕天涯 墙中更有墙中手 墨向人前满字夸